薯克 Medienollocal.com 大家好,我是爾比歐科折肢葬醫師 最近有一些病人來找我 跟我說,他在做自我居家快篩的時候 把鼻子弄得很痛,而且會流血 我想国家的政策是逐步的要跟病毒共存 所以以筛带隔 用筛检来取代隔离 这个是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在家里做自我的快筛 为什么会自我做快筛的时候会痛会流血 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鼻腔的空间不甚了解 产生对鼻腔的一个伤害 那我们鼻腔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外观看起来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 那鼻孔在这个最下面的地方 但是鼻腔并不是一个单纯我们想的 并不是鼻孔进去一个管腔的空间 那鼻腔呢事实上它是一个比较立体型的一个梯形的空间 那这梯形的空间上面比较短 那下面比较长 所以两边呢是梯形的两边 那我们鼻孔刚好就在整个这个梯形前下部的地方开口在下面 因为这个鼻腔的关系跟鼻孔的位置的关系 所以大家误以为鼻腔是一个管状的空间 所以在在这样的管状空间之下呢 自己做快筛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管状的想象的空间进去 去这个鼻腔里面去做筛检 那这样子会产生很大的疼痛跟流血 我们并不希望呢这个筛检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希望筛检的位置是在这个鼻咽部 就等于是这个梯形的后面这个后面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鼻咽部就是在整个鼻腔的最后面 这是我们希望筛检的地方 所以今天要教各位就是如何能够正确筛检 而且呢不会疼痛也不会流血 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抬头 不要抬头 我们抬头的时候这个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会跑掉 会跑掉 我们没办法抓到水平线 所以不要抬头 我们要水平 第二个我们进去的时候要水平入 这个棉棒呢是水平 在鼻腔的底部的地方慢慢的旋转进去 慢慢的水平入 那缓转键 慢慢的转进去 那转到最后面的时候会稍微停留 稍微停留两秒钟 之后再缓转出 再慢慢的出来 那这样子就能够避免大家的 这个採检的时候的疼痛 流血 以及这个诊断 正确率 这不高的问题 好我们现在帮各位做一个正确的示范 好 好那病人习惯会抬头 我想不抬头是第一步 不要抬头 自己要抬头 自己也记得不要抬头 眼睛往前看 往直接看前面 然后这个 进去的时候水平入 这个棉棒一定水平不要 要有角度 那水平的话才是鼻腔的一个底部 所以水平入的时候就慢慢的旋转 慢慢的旋转 慢慢的旋转 旋转 旋转产生的伤害是最小的 记得这个棉棒一定是要水平入 水平入 好 那慢慢的旋转呢 大概深度其实可以到10公分上下 所以到外面顶住的时候 这个其实大部分的棉棒已经都进去了 都进去了 在那边等了两秒钟 那之后慢慢的旋转出来 旋转出来 旋转出来 那一样就是维持这个棉棒水平的角度 那就可以达到我们的鼻咽部了 那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所以五个口诀 第一个不抬头 抬头头要平 平式 第二个水平入 第三个缓转进 这个进去的时候慢慢的旋转进去 到这稍停留 好 稍停留 慢慢的再缓转出 好 那这个就可以做一个正确的鼻咽部的筛检